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 山城男孩王俊凯能有什么坏心思呢? 爱一直都是在双向奔赴的路上 今天来和大家说我最爱的男人王俊凯 一个来自山城的99年的少年,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个小小少年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如今这个站在粉丝面前,闪闪发光的人从前也是遭过很多苦难和不易的人 他的遭遇只有他自己体会得到,受到任何委屈都是自己默默担下来 从不会和粉丝分享自己的负面情绪 哥哥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,和他接触过的演员前辈对他也都是赞不绝口 不管是活动现场还是拍摄现场,总是会注意到很多细节 让同行的人感觉到很舒适 哥哥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,当一名医生 从小就想救死扶伤的小孩,又能差到哪里呢? 不知道他是做了什么让黑粉痛恨,一个会在酒店窗台听粉丝唱应援曲 一个演唱会在楼上站几个小时,看粉丝一个个进场 一个为了不让粉丝吃醋,每次活动都会保持距离的人 他又做错了什么呢? 他说过艺人只是一个职业,他希望给喜欢的他人带来的全是正能量 也不希望粉丝因为他受到伤害,爱都是彼此的 给出去的会有回应的,可能他的方式保守了点